在上周的索尼发布会上 公布了即将在全平台发射的 活影者究极风暴系列的最新作 《活影者究极风暴》羁绊 作为一部在原著漫画完结6年后推出的作品 我们也不能指望它在故事模式上能有多少新增内容 所以在游戏消息披露前 我们理所当然地想到了 新作会是一部以博恩传为主舞台的究极风暴舞 这样的猜想也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去年5月在游戏开发商CC2破除的团件和罩上 我们就看到了第一排的几个员工 收视着博恩传最新几卷的漫画 那想来究极风暴舞已经在开发中了吧 可到头来我们等到的却是一部 类似时代和革命的这样的过渡作品 有点出乎意料又好像在意料之中 毕竟以博恩传目前的主线量 很难只升起一部新作的故事内容 况且博恩传少年片眼看就要完结了 在这个节点推出新作确实有点尴尬 可伦CC2也在等少年片完结后 再一口气全部收入镜究极风暴舞中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居于官方已公布的消息 来预测一下本则的内容 评测一下是否值得购买 还有对究极风暴舞的一丢丢期许 难得做一期游戏视频 还求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说不定哪天我就转信成游戏去up了 看完PV都说究极风暴羁绊 就是一冷饭合集 但这冷饭只要成一足 那也是可以吃上机碗的 就目前放出的一些情报来看 这碗冷饭再差也差不到哪去啊 首先参加忍者时尚最多 作为一部粉丝像的作品 不少朋友应该和我一样都是情度玩家 没有太过深入了解过战斗系统 你们最在意的 当然是可操纵的角色有哪些多不多 就角色数量这点 你大可放心 这作不仅收录的究极风暴 一大四的全部124名可操控角色 还新加入了大同母阿修罗和大同母英陀罗 并且游戏官方上明确标注了还不止这些 那还有哪些角色可以加入呢 比如早在究极觉醒系列 就已经实装过的静音 红豆昔日红 还有究极风暴系列里 只能作为支援角色参战的 达鲁伊黑土长石狼这几个护卫 以及在故事模式中 已经有剑模和战斗动作的 忍刀情人状 金银兄弟等等 我觉得这些忍者都是可以塞进去的 CC2甚至都不需要扣破脑袋去设计技能 因为火影手游已经有限称的了 这半过来改成3D的就差不多了 此外在机盘官网络款名单上 就纠级风暴4 新增了火影2012年剧场版的制作委员会 也就是忍者之路 那这部剧场版里的角色 石油八角也是会是张军去的吧 比如神秘面具栏等等 哪怕这些都没有 暴底的126个角色也够多了吧 第二 故事贯穿整部火影 本作的故事模式收录了火影少年片 开篇倒极风传完结的所有内容 你完全可以通过游戏来重温整部火影 游戏里的部分画面表现和情绪渲染 甚至做的比动画还要好 比如八门夜开这段 当初游戏比动画先出 我看完游戏里的C机再去看动画 反应是 额就这 并且前几作里的一些遗憾 也有望得到解决 像是12没有官方中文 4的过程动画全是PPT等等 先不说4的PPT会不会重作 至少12的观众基本是可以放心的 一部游戏能完整收录火影15年的所有剧情 怎么想都不会觉得亏 第三 画面表现力增强 系列游戏第一作究极风暴1 发射至今已经有15个年头了 在那个年代 它的画面虽足够惊艳 但放现在确实不够看了 本作既然是个大科技 就没道理不把前面的给重置一下 如果只是单纯的照搬拼接 事项外面也太难看了 会自杂招牌的 第四 太便宜了 你先别管这个游戏定价多少 反正等不了多久 铁定白菜价 万代为了销量数字好看 三天两头都在打折 还是打鼓着那种 我一半年Switch上的究极风暴3 就是70多块钱买的 现在想来都觉得买贵了 不知道你们入社时花了多少 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看看 完了 我本来不太想买的 结果写一碗视频文案 突然又想买了 怎么会有我这种 自己给自己花冰吃的人啊 说完羁绊 再来谈谈暂定的究极风暴5 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这作的游戏小标题 已经从以往的 火影忍者疾风传 变成了火影忍者博恩传 那下一作大个例 就是博恩传的主舞台了 你说博恩传人气不够 担心销量不行怎么办 没关系 你能想到的 万代也想到了 所以现在这作就改名 叫火影忍者博恩传了 哪怕是博恩传的故事 那也少不了老人者们啊 又不会把老角色都沾光 只留下博恩传的新角色 并且我们火影忍者的老人者 也都是有新装的 部分角色的新造型 已经在上一作得到了时装 但目前也只起到了造型上的作用 没有像明人和佐助那样 单独做成可操控的角色 这些恐怕都要在下一作里才能实现 这时博恩传动画的原创剧情的好处就来了 像明人佐助 木野湾 大手腕 智南手具这些 在博恩传里都拿到了新人数 或者新形态的 他们的技能自然也会有所改变 也更有可观性 而那些没有新人数的 就是大媒 比如今夜 一把花可以扔十几年 不管在哪个火影游戏里都是扔花 最多再给你加几张旗暴符 还有牙 哪怕吃完换成了猪丸 我闭眼也知道肯定还是牙通牙 属于换了个GIM 所以有时候觉得 没有博恩传动画的原创还真不行 人家游戏公司做技能 就是要参考动画的啊 否则就像手游里的博恩传达鲁那样 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人数 做不出什么花样来的 不管怎样 到时候老人者 保底四个可操控形态 游戏轻轻松松突破200个角色 不成问题 更别说平台的升级 给画面带来的飞跃了 总之 基本这碗冷饭可以吃 新作业值得期待 一部粉丝项的慢改游戏 系列销量轮突破2000万 很难说靠的只是粉丝心怀 游戏本身质量 勾引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